好 歡迎收看今天康航主機車 沒錯 我們今天來到了紅寶出租 沒錯 因為我們有個重大任務 就是我們的Mr.Q想換車啦 通常租車呢 為什麼要租車 我都會建議各位想要買一台新車 但是你不知道 沒跨過 租車行的用意就在這裡 這一集的用意呢 不只是讓我們Mr.Q爽一下 就是他想買的車子以外呢 我們順便出遊 晃晃走走看看 然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租車店到底要怎麼挑選 以及很多新手租重車 你要如何去避免一些倒車 或是一些危險車禍的問題 我們就來Check out一下 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到租車環節了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分享很多租車相關的 或是新手一些疑問 第一個就是先找租車的車行來講解一下 要如何去分別一個好的租車行 基本上的話 只要程序上 你不要覺得有怪怪的地方 可能說不要叫你寫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啊 可以完整的講解它的流程 我覺得就沒有問題 那還有一些可以分辨的方式嗎 假如以車行來講 譬如說營業損失或車損 因為一直以來 這兩個東西都是大家最害怕的東西 因為它會沒有一個上限 那過往大家可能摔車都會有店家自己估價 那估又有幾百種方式 所以它自摔也算 對 對 自摔也算 因為估價這個它是無上限 有時候你摔一點點 然後店家換全新品 簡單的講是說 你真的出事了 它在評估錢的部分是比較模糊 對 可是那個還好 我就每個人就學很細 每個人都灌水啊 對 所以我說這就是可以巧利棉木的地方嘛 所以當然我覺得挑選市場上就是 就是自己可能先看一些評論 畢竟現在網路那麼發達 你真的覺得你被坑就上網問這樣是不是 那我們就準備去牽車吧 沒錯 我們第一台車來看一下 其實這是Mr.Q要的 你告訴我為什麼你會想要試這台車 因為我沒騎過四缸車 我其實我沒騎過四缸車啊 我上次騎一個是你的R6 所以這種街車行你可以 只要是四缸我都可以啊 看你這人有什麼問題 你挑車子居然都是為了四缸 不是好看就是四缸啊 就這樣 你要好看 那為什麼不挑一個好看又四缸的 這台不好看嗎 所以這台是OK的外型對不對 然後我來看一下我今天的 T-MAX 想說T-MAX是多麼舒服一台車 常常說剛剛下賽道太競技了 沒關係 我們今天體驗一種老人的生活 就是運動羊嘛 對不對 他也是可以運動 那因為我想說昨天啊 其實我剛剛去越野玩 現在身上帶一點傷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輕鬆的大羊 我的輪框是不是比較不一樣啊 對 輪框是斷框 金色斷框 金色斷框梯嗎 對 感謝前一位出事的人提供了斷框嗎 沒有啦 那我們 自己換了是不是 好好好 我們今天大家去一個 蠻特別的地方 虎子山 喔不是啊 我們今天要去一個非常好玩的地方 就是北新莊賽道 北海岸 但是它是 我覺得它路很蠻好騎的 然後沿途風景也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算是當出遊 順便跟大家 路途有講解到什麼 機車要注意的 新手騎車要注意的東西 大家其實知道租車嘛 每個新手其實大家都很怕出事 好不好 OK Let's go 好的我們要出發了 那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不好的消息 就今天呢 我剛玩越野 然後這個 手有點受傷了 手腕 所以我今天租大洋 然後讓我來看看 為什麼這些人喜歡大洋 我是那種綁車重車熱血派的對不對 哇 這車真的太舒服了 而且我覺得動力呢 也蠻夠用的 就是你知道它不是打擋的 所以你只是一直灌下去就對了 我覺得這很就是大洋的魅力吧 就是很舒服穩定 然後 由T妹來講 我覺得真的是 運動性真的感覺還蠻強的 剛剛在整體過彎上面都 欸 還蠻穩的 今天真的是超級好天氣 山上沒什麼人 因為區分側速 那你覺得它騎起來怎樣 還蠻爽的 不會有人說什麼 四缸六百魅力 我覺得還好 就你正常轉速你 大骨 它還是會推啊 因為它街車設定 對啊 它的扭力會再早一點 對 好 OK 今天既然都來了 我們等一下呢 會去一個回轉的地方 因為很多新手租重車呢 他們最容易出事的 就是倒車 所以呢 我們剛好有一些 小知識跟大家分享 因為山路呢 一定有斜坡上坡 那 有些回轉點呢 其實 你要下坡回轉的 你不要是上坡回轉 不要找這種 你需要上來 是上坡然後回轉的 對很多新手來講 比較容易倒車 那你要找的話 是找一個回轉點是 它是微下坡的 或是平的 然後視線良好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真的蠻重要的 好不好 Let's go 好的 現在我們來示範 教大家什麼回轉 OK 這個是一個彎嘛 它是一個有點微下坡的概念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靠到雙百線 OK 然後呢 我們就會從這邊回轉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下坡 所以我覺得 相互的回轉是OK的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它是個盲彎 所以這邊的出彎 是看不到你的 所以記得 從這邊這邊 先確定有沒有車 然後這邊視線比較好 所以我們這邊看完 回頭OK以後 就可以直接回轉了 然後它這邊又有個腹地 所以腹地完 你可以靠一個很大的圈 然後 直接騎走 好 那跟大家錯誤示範哦 稱常很多人都會從這個中線 其實這樣 認真講 沒有到完全不行 就像是它先靠左 但這個缺點是什麼 有可能你會下到後面的車 那你假如在白線外 至少你是在白線外 所以 有人也是在中線 但是我會覺得 經手要大一點的回轉半徑 那記得一樣 請看路 好不好 回轉都要看一下 OK 順便機會教育一下 很多新手在跑山的時候 很多路呢 你其實不熟 那這個呢 有個方法 可以讓事故率降低 或者是可以更安全一點的騎車 那就是 看得到彎 再出彎 好 以這個右彎來講 看不到 那我就會一直貼 貼到裡面 貼著裡面 然後 OK看到路 我再開油 好 這個也是 看不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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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貼著裡面 貼著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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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再貼再貼 貼到貼貼 貼貼貼貼貼貼貼 好看到了 出彎 懂了嗎 就是 很多人路不熟 然後你又騎快 你騎快你就貼不了裡面 那貼不了裡面 今天突然有車 那你就會撞到 可是今天你就看不到路 你就貼著 貼著會比較慢 沒錯 至少是安全 然後你就要看了 出彎了 看到路了 再開油 這樣實騎法 認真講 真的在山路 很難出事 你懂嗎 真的很難出事 來 剛剛新的如何 我覺得好騎 感覺你都 你那個廟 你都不會壓車啊 欸 是不是不會騎車了 bro 我本來就不會騎車啊 唉 但我那覺得 徐天車速真的 超屌 很蠢喔 三段 等於說他沒有地方停 然後都很短 不像北 你還可以騎一段 所以吳三 幾乎上沒有任何車了 然後 然後 我們還跟一個 騎的 小五十的阿伯 一起等區認車速 好 當個紅玉燈在停就好啊 對啊 就當紅玉燈停 我有五十三已死 這是我唯一的心得 怎樣 剛剛騎那段山路 這台車還好玩嗎 你才不太敢壓齁 那我要下去的時候 他出來就行 對就是 就四缸 四缸就是這樣 你看我這個大洋 這麼重對不對 那我覺得蠻舒服 蠻舒服的 是因為騎太慢是不是 也還好 好的我們來到了區間測速 你看右手沒有在吹油門 T-MAX的定速 你看到沒有 區間測速救星 不用看影表了 原來區間測速的解套方法呢 就是定速 然後他只要按煞車就會取消了 所以 舒服啊 舒服啊 好的 出區間測速 棒棒 真的覺得 工作繁忙的時候 跨上車 看著這美麗的海岸線 雖然熱了一點 但我覺得這樣真的是蠻不錯的 好 好過金山Seven以後呢 會有看到一個 住民美術館的牌子 然後從這邊進去 但是 進去以後怎麼走 我不太確定 好不好 但是 希望不要迷路 好 我跟大家說聲抱歉 我走錯了 而且我現在走一走 出來 還是金山 嗯 我只能說 好吧 我們直接去第二段好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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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到北海岸經過老梅的時候 老梅 我們的 北海岸賽道呢 即將到來 等一下跟大家講在哪裡 希望這是不再走錯了 好 準備看到有沒有 這個缺口 有沒有看到 這個缺口這個缺口 進去 就是我們的 其實我不知道這什麼路耶 反正 就可以知道為什麼我說 這邊很舒服 很推薦各位新手來 也不新手 各位車友來 哦 大家記得這裡嗎 有人記得這條 蜿蜒山路嗎 來來來 讓大家回味一下 我們今天騎的路 應該都算是比較 冷門一點 然後 比較 鑽敲墳墓走嘛 我們剛才經過金寶山 鑽敲墓金寶山 哈哈哈 好屌喔 好屌喔 沒有啦 反正我們今天其實走的路線是 真的講對新手來講可能稍微會比較刁鑽一點 我們身為這個老手應該還好 有騎了十年嗎 有嗎 有啊 十年啊 十年怎麼還這樣 我怕摔啊 你怕摔嗎 就不是我自己的車 我每次騎別人車都會出事耶 這假的 欸R6 不是這個倒了嗎 沒錯 所以假如你是新手租車的話 你是體驗一台車對不對 那你就需要保個保險 沒錯 感謝這集影片有即時保乾爹贊助即時保乾爹呢 他們是從汽車的租車就開始有了 到現在他們終於有重機的投保了 那怎麼投保呢 基本上很多租車行可能會有保險 但是他們可以另外再加保 簡單來說 你只要去租車行之前 你只要上他們網站 投保 你就可以直接現場 馬上享有他們的租車保險 那租車保險一天只要100出頭塊 你就可以擁有保障 那他們最高理賠呢 是5萬塊 所以好不好跟大家講一下 麻煩假如是那種大手遊門的 消賠族亂賠的 不要亂賠 因為重機很貴 重機什麼零件都很貴 你只要騎個100 890 路到牆壁 或是直接中到別人 那個絕對都超過5萬塊 所以我覺得跟大家講好不好 就是他理賠金額呢 只有5萬塊 但是我覺得 假如一般新手來講 我覺得算是夠用的 不過呢他還有一個小缺點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他呢假如你是這個導車的話 他們是不算理賠的喔 100出頭塊 100出頭塊 所以呢好不好 強烈推薦給的是 有在租重車的新手們 當然你假如是老手 你要買個保障 絕對也是OK的好不好 他是可以和其他保險公司 同時一起保的 對 所以你假如很怕死的話 或是你很 或者是你防疫險沒有確診的話 對 卻不給我保起來 好OK 那假如如果你對於這個 即時保的租車保險呢 你還有什麼疑慮的話 趕快上他們網站看一下 裡面內容都非常簡單明瞭 而且投保也非常的簡單快速 感謝乾爹 感謝乾爹 那我們等一下準備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條美麗的山路 大家去投保一下 看一下網站 讓我們繼續下去 好 大家假如看到這個大灣有沒有 就代表我的路是對的 這邊真的蠻好騎的 假如有騎過應該知道吧 101 你看 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看到你怎麼那麼早進去 那麼早貼著彎 其實我會習慣這樣比較安全 跑山路 我覺得還是以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當你看到竹子湖 前面一點就是天原宮 但是我們要直接 在警察局這邊 直接左轉 上竹子湖 竹子湖 接下來就陽明山了 記得就是剛剛那竹子湖牌子 然後旁邊再過去就是天原宮了 其實在過去我覺得 那段路也很好跑 但因為我們現在要直接接陽明山 所以我們就直接走這邊了 哇 情深深雨萌萌啊 只要進到陽明山 這個天氣 應該也是正常的啊 OK我們來到陽明山了 最後一站了 好不好 剛剛真的是 哇這個假日的陽明山 真的不容小覷啊 今天的行程呢 蠻推薦給這些 喜歡就是跑遠一點 然後但是又有時候喜歡跑跑彎道的人 我覺得就是有些小路一些彎 然後那些風景 我覺得很適合大家 很比較舒適的 不要那種超級小胚 但是也不要過度RV的 可能你會覺得 哇很硬這樣子 就一直在彎來彎去這樣 所以好不好大家看完 就自己可以考慮來走這條路 那當然假如有跑過的 也歡迎下面留言一下自己的感想是什麼 還是講一下好不好 我的T媽 我覺得整台車騎蠻靈巧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放了一些山路的片段 我覺得就是很舒服這樣子騎 然後但是我會覺得 我騎大洋的感覺是太舒服了 我騎久會覺得是 沒有啊 所以我根本上你可能是有點改斷況啊 屁咧 幹來喔 要不要換車要不要騎 我不要不要不要 太重了 我還是覺得 你真的有興趣 或是想買車 但是你沒跨過 你沒騎過 你充滿了問號 你就是來租車 體驗一下 但是記得 保險買一下 謝乾爹吉思寶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我覺得 車子不是你自己的 車礦你不能掌控 哪怕你找一個很好的租車行 他可能車子顧得很好 但是上一個車主 你不知道他怎麼操他對不對 前一個車主不會因為 他是鮮花而聯繫他啊 絕對大家 不是自己的車都操到爆啊 好不好 那當然最後呢 感謝這集影片呢 由吉思寶乾爹贊助 那看這集我相信都是新手 你們一定對於重車有很多的困惑 甚至對於操控啊 騎車啊都很怕 假如你要為了安全為了保險 麻煩 保險一下 買個保障 資訊欄都有他的網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 接下來應該就是 騎回去還車了 因為我想到 接下來養得大到應該塞到爆啦 所以接下來畫面可能就是我瘋狂鑽車吧 不好意思喔 可能不太能放 OK 那就讓我們 下禮拜再見囉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掰掰